社群的網站 現在不論是Facebook還是微博 這個是一個跟朋友們或者是跟粉絲們 很近距離互動的一個機會 因為像微博每天你在Follow朋友的動態消息 或者是粉絲們好朋友們在Follow你的消息 他們覺得我們雖然說都在不一樣的地方 可是可以好像很快的經由這類產品 可以是很快的有一個互相連接的感覺 對啊 而且可以打發時間 像你平常工作閒暇之餘 你就可以拿出來玩一下 昨天尾牙說包了多少考上工作人員 包了多少 數字要講嗎 數字是不是 五位數 當然是有五 一定要五位數 所以很激勵的數字 對 還蠻激勵的 因為早上就一天聊 因為林恩昨天身體不適 所以就沒有參加 早上就在聊尾牙昨天的近況 然後就說你抽到多少錢 我抽到五千 但我昨天製裝費花了快七萬 對 還是就沒合 但是重點是開心啦 因為尾牙就是一個 像是一個盛裝打扮的一個party 然後跟 因為現在大家彼此忙 不見得會看到公司的每一個同事 那每次尾牙就是像一個同樂會 一個party一樣 數字有抽到什麼大獎 欸 他好像沒抽到欸 他好像 五千還要抽 五千 好吧 那就分到五百好了 新的計畫就是 賺少一點 其實還是像能夠多接一些戲這樣 然後可以嘗試不同角色 那配戲呢 過年的計畫 過年的計畫 過年的計畫就是 過年的計畫就是 好好的放鬆 因為今年很忙 今年太忙了 就連這 回老家 跟媽媽吃個飯的時間都沒有 那我覺得過年就是 我好像有三天假 對 然後就是回去 跟媽媽就是 享受一下就沒有事情的日子 陪她可能就是 吃吃飯啊 然後去 陪她看電視 陪她看韓劇啊 或者是陪她去早上爬山這樣 會不會成績到水增加拜年 欸 如果她 對 如果她想要我去的話 對 應該也是OK啊 所以她有點要求 欸 還沒有 對 新計畫 我想願望好了 我希望這個 今年這個 能夠這個收入再倍增 這樣 我希望可以再換大的房子 然後可以跟家人都住在一起 究竟有一個照應可以看得到的對方 這樣 那包含節目的節目 這個時候來了就會 就會這個 它不在一個計畫中 它在一個 我就是覺得 我對於人生的感覺是 譬如說 買房子啊 結婚啊 或小孩這種事情 我都是覺得 時候到了 它自然就會發生了 而不是一個近程或遠程目標 它不見得是一個目標 你跟她這麼好啊 有嗎 好吧 那我再問問看她好了 不是 脫戲的感覺 是還好吧 沒有脫戲吧 我是覺得 反正呢 這個三立是一個堅強的團隊啦 然後 當然啦就是 不管是一個戲好 不管是好的聲音或壞的聲音 都代表就是大家都在關心這個戲 就是有關心才會有不一樣的言論發表出來 那我不覺得是脫戲 因為 就三立它有它的鋪陳 那 希望就喜歡小資的朋友們 那就繼續 繼續關心我們 繼續follow下去 對還有很多集可以看 這樣好不好 謝謝你們 跟進當男主角啊 這個 這個事情不是我想要當男主角 就會有當男主角 對啊 那 這麼多年在演藝圈 我覺得就是佩旭的成長 大家看得到啦 那就是一步一步的 那 如果有人真的欣賞佩旭 希望她可以來擔當 演男主角 那個時候到了也是一樣 就是自然而然她這個機會會出現 謝謝